應該是想要抽iPhone對不對 那我們捷運記者現在的 訂閱已經到24萬囉 要充25萬也需要大家的幫忙 這麼多妹子 有學生妹了就 哇 看我們掙錢嗎 帽子可以 好啦還是 有所收穫啦 我們公司呢AUTO自殺提供一個非常方便的 汽車 二手車車架的查詢網站 搜尋AUTO SPAR 你選 中國車線上估價 裡面有16種長拍 160個車型 5000多筆資料 給你的資料 我們免費盜補 估價 實際最 生實的狀況 還是要看你的車況真真簡簡 給一個精準的收購價格 馬上匯款 馬上現金 而且車子買回來 是直接過戶 給你一個透明安心的 中午車收購服務 喔 後天我真的看妹了 不要這樣子 有XXX 當你剩40歲的時候 你就只剩了一個看的功能而已 好嗎 我們遠光而不屑萬 這進不去了啦 好多小姐停在路上 你不要怒我啦 叫王變態一樣 我會幫你打馬賽克 好 幫我打馬賽克 要變聲音了 要變聲音 我還沒開頭耶 沒事的 好 我們先開頭 好 我們到現場再說好了 好久沒有來接觸 就是接觸人 好 我們今天來到華山 藝文園區 來看OPPO OPPO的MOCA 最新的發表會 好 好 好 I'm taking six shots, yeah, straight to the face And I wanna get lost, I'm sick of this place Don't know how to stop when I'm feeling this way So I'm taking six shots, yeah, I'm feeling okay I think I'm going crazy Don't think I'll get on sale So I'm taking six shots, I'm straight to the face I'm taking six shots, are you coming with me? I'm taking six shots, yeah, straight to the face And I wanna get lost, I'm sick of this place Don't know how to stop when I'm feeling this way So I'm taking six shots, yeah, I'm feeling okay I think I'm going crazy Don't think I'll get on sale So I'm taking six shots, I'm straight to the face I'm taking six shots, are you coming with me? Hello,這個有多大零,八十遍都不說 在這個地方上是一遍都出了不一樣的地方 我現在會介紹到的呢 它呢,永遠的得到的是我們呢 我已經想順便大家 而且呢,跟各位介紹到呢 它呢,最有定案的就是它的列車 你們知道嗎?現在並用車 如果呢,現在已經走還沒用車的 還沒有試試,沒關係 我們這個騎士們好,新款 這款是我們的蒙卡1 它擁有的是我們2020年後的播持 會沒提Automite的原則標準嗎? 受理會,我們現在會來的 部分其實是最佳的生涯 而是破的最多能力啊 就是墨彩 我們呢,都要屬於多一個部分 高的電池 不可能是搭載的50碗電池摸術 用了一百三十六斤的瑪丁 兩百對十六分比 而且呢,最主張的是 單位的平均容量320公斤哦 加上當初一圈有十幾百分 如果使用快速單機的話 30分鐘,只要30分鐘 0到88 就可以了,中電哦 0到88,是今天非常快速的 冷卻 我以前當業務最討厭的一種活動 你沒有看到他其實對我的眼神是冷淡的 他不知道哪一個就真的要滿足的 其實他做的是滿現代化的 可是 50度電他真的有50度電嗎 18個電池模組共126 216個小電池 我等一下去問他 我先幫他打馬帥克好了 他就是出汽油的1.2的引擎 可是這1.2的引擎其實比一般的輸出高很多 他達到130匹 一般1.2的引擎服飾大概到110匹左右 他不知道為什麼調到130匹 然後 這種小修旅 4米1嘛 4米1大概就是在福斯的這個 T-Cross的這個大型 T-Rock的T-Cross之間 發速手自白前驅 電池在前面 電機是前面的 他不是4具的 所以這個 你看他這個 以電動車來講 130匹6匹的馬力很小 但是全車系都有數位儀表 7吋 你知道我今天為什麼要來看這個車嗎 對不對 我自己覺得啦 電動車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所以呢每個品牌有出電動車 我都想要買這個車子回來 每一個廠牌的電動車 去看他的行外 可以測試他 每個品牌的科技跟內容 但我剛剛看的這台車 其實讓我有點失望 我原本是想說 欸來 OK 價錢別人也幫我們就訂一台 等到車交了來做材質 後來我決定 先不這麼做 為什麼呢 第一個 這車身的尺碼太小 他這個車長只有4米多 在照片上看起來好像蠻 就因為他車高 做的小修理 做的好像蠻高 蠻霸氣的 但你到現場去看那個車身的空間 其實 留給你的空間 是小的 是做起來會比較擠迫一點 甚至他的後車廂空間 其實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取消要去購買的原因 在我的裡面裡面 第一個是這樣的 第二個 雖然他有50度的電池 可是呢 你仔細看喔 他這個電動車 他給你的馬力 只有136匹 這種馬力呢 在汽油車上面是 很合行合理的 巧惜一次 但 你對比於特斯拉 我們剛剛售了一台特斯拉 我們來售150 1萬而已 這個要140萬 而特斯拉是前後都有電機的 他這個只有前面有電池 特斯拉的馬力從 我記得連最標準的 standard 就是標準型的 好像也有接近300 那long range performance 大概就是 300 400 500 電動車要有大馬力 是很容易的 而他給你這個馬力值 136匹 就是非常非常 你到時候可能 0百加速的測試 即便有9秒 可是你看喔 100公里以上 要再加速 會 這車子完全沒有力氣的 從哪裡看得出來 它的極速只有150公里 現在再怎麼爛的車子 它極速都不可能只有150公里 這是它的測試極速喔 所以這就是另外一個面向 它的馬力動能 怎麼會起得那麼低那麼低 我相信到時候 上市了以後 或者是真的有消費者去買了以後 應該會不會對於這件事情 有所抱怨 再來就是一些設計的科技啦 這個很明確的就是 油電雙升車 所以電動車它的 架構跟 汽油車是一模一樣的 會不會也一模一樣的 包括我覺得啦 電動車 在這個前面引擎室裡面 其實熱交換機 可以做後面一點點 然後做一個 置物箱來做 放置空間的概念 就跟特斯拉一樣 Model 3一樣 可是它看起來是沒有的 它就是標準的引擎室 物質就只是引擎拿掉 然後 並沒有任何多的置物空間 一個很個性化的車子 我自己覺得外觀是設計的蠻前衛的 可是外觀這種東西 真的是會看膩的 那我們在買車的基本就是 怕買回去 拆解完後 沒人會願意再接手 看起來這個可能 還是得再觀望一陣子 就是今天選擇OPPO 我們剛剛得到幾個資訊點 給大家分享 第一個 OPPO不是以前的玉龍代理 也不是它 所謂的 歐西的 原廠母公司 來台灣設分公司 不是的 它是一個可能 這個區域的 大中華的代理商 然後再把它放進來台灣市場 再來 這車子我剛剛聽到 它 不是德國製的 它是法國製的 當然德國法國 你說這都是歐洲製的 有時候是這樣的 像福斯 我們那時候賣新車 最明顯 歐洲車 西班牙廠做的 跟德國籠寶廠做的 品質就真的不一樣 每個國家的民族性不太一樣 就像我自己一直說 福斯跟Skoda的東西用料都一模一樣 為什麼我感覺 Skoda的這個 組裝品質跟穩定度比較好 那就是捷克人的 製造的 嚴謹的程度 跟 可能 或說一個人 他放在衛星空間 每個地方都有 散落四地的嚴謹程度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好 今天原本是設定 有一台非常便宜的電動車 我們可以買回來 第一個做 汽車拆解試乘 然後第二個 欸好 真的不行拿來做 公司的這個 客戶的代步車 那我這樣看起來好像是不行 那我們就繼續尋找 我們下一部代步車吧 至少我們看到了 這麼多妹子 有傑森妹 有 哇 你看我們正前帽 帽子妹 好啦還是 有所收穫啦 好啦我看這一集 大家除了想要看這個 新款上市的 OPPO的小休旅以外 應該是想要抽iPhone對不對 那我們捷運記者現在的 訂閱已經大24萬囉 要充25萬 也需要大家的幫忙 那在12月20號截止以前 你在我們的每一個 YT下面留言 留言留言我要抽iPhone14 然後幫我們按讚訂閱 還有IG幫我們分享跟留言 我要抽iPhone14 還有FB幫我們按讚留言 我要抽iPhone14 我們就會抽一個全新的iPhone14 給幸運的得主 然後我們會在12月24號的直播上面 實際抽獎喔 老闆現在每個月 都會提供好的獎品 來回饋我們的粉絲 所以要記得訂閱捷運器這個頻道 謝謝 我們也會配合去做賣新車跟中古車的配套 如果你願意透過我們公司 來購買新車換購的話 你只要是12年以內的舊車 我們依照市場行情跟你估價 再加7萬塊 30萬就估37萬 那新車條件一樣跟你外面市場問的差不多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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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